有一部2016年北爱尔兰ITV迷你剧秘密 这是一部改编自犯罪小说 让这就是我们的秘密的类纪录片 或许说这部片子是Dogdrama更为恰当 这位极端虔诚的冷血残酷凶手 通过宣告自己的行为 是顺服上帝的召唤 和理化了自己的恶行 人格以严重解离 根据中人物相较之下 我应该感谢上帝的偏心 因为我只是被骗了 而在这部根据真实故事拍摄的类纪录片中 有两个人被出没在教堂中的披着羊皮的狼 迫害与残杀 您的描述引发了我记忆深处的印象 我曾经看过爱尔兰新闻有关柯林豪威尔的报道 那篇文章的标题是 凶手18年的欺骗 自欺欺人和堕落的自我辩解 最终是如何结束的 而迷你影集则是由明星詹姆斯·内斯比 饰演杀手牙医 柯林豪威尔 由获得BAFTA奖的作家 斯图尔特二本编剧 全剧由尼克·莫菲指导 这位在教会里欺负你的施利严姐妹 她的性格会导致很多疾病 在中医医理中 再再指出人格与疾病有关 皇帝内经 素问一书中提到 人有五脏生武器 以身喜怒悲悠恐 例如 有控制狂个性的人容易罹患肝病 基于好朋友的立场 我要对您说些忠言逆耳的话 你太天真 不安事事 和容易受人欺骗 您可以从中国谚语中学到为人处事的道理 逢人只说三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 而在英文中 也有关于人身哲理的智慧说法 All truth is not always to be told 并非总是要对人掏心掏肺 You must always take what a stranger says with a grain of salt 对于他人的言辞 抱持着将信将疑的保留态度 Don't bear your soul with someone is not trustworthy 不要与不值得信任的人打交道 谢谢您的建议 看来有些场合是设置了 让人们我直爆发的无障碍空间 现在去教堂还是不去教堂 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it'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真的是 这个攻击百分明是宣定的